同样是来自于科技界的消息 距离苹果iPhone 7亮相 时间只剩下一个多月 最新又有清晰版的影片曝光 有国外的玩家号称 他取得了最终版的模型机 特别是拿来跟iPhone 6s比一比 机身是又更轻薄了0.2公里 现在新iPhone可能会瘦身 而苹果股价持续的上升 也让股神巴菲特最近两个交易日 就大赚超过23亿台币 拿着刚到手的最终版iPhone 7样机 国外科技玩家迫不及待 跟iPhone 6s来一场大PK 如果我们测量iPhone 6s 我们会有6.9mm 如果我们测量iPhone 7 我们会看到 它其实测量6.7mm 拿出测量器比一比 发现iPhone 7大瘦身 厚度从6.9公里变薄到6.7公里 不过搭载更大感光元件的 1200万画素镜头 却变得更加突出 放在桌面上 翘起的幅度比iPhone 6s还大 底部也的确取消耳机孔 距离iPhone 7正式亮相 只剩下一个多月 越来越多清晰版的影片曝光 掉足裹粉胃口 影幕前就是外形流出的话 可能对于大家期待好像有点失望 因为对比之前iPhone会两年 甚至至少就是外形上面会有新的设计来讲 好像这次的改动并没有像过去那么大 那其实对一般如果说一般的厂商而言 手机啊发展 我倒觉得像稳定的发展 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 虽然iPhone 7几乎确定大改版几率不大 但苹果公布财报之后 美国时间27号苹果收盘价格 冲上了102.95美元 28号收盘又占上104.34美元 一股神巴菲特掌管的波克夏 持有980万股苹果股票来计算 光是这两天 巴菲特就赚进了7516万美金 大约台币23亿 但对手三星公布的财报更亮眼 选手握着限量版S7手机 背面跟桌面还有奥运五环标志 韩国电子大厂三星 S7销售优于预期 不但是加码推出奥运版新机抢势 最新公布的第二季营收 50.94兆韩元年增率4.9% 营业精力更年增1.65% 创下两年以来新高 也让行动部门终于摆脱阴霾 连续两季成为最赚钱的部门 手机双强 三星跟苹果第三季 关键大战也即将开打 看谁端出的新机 更能贡献营收获利 记者 范云真 董立豪 台北报道